兄弟们 我这是火了吗 今天下图居然被认出来了 事情是这样的 正当我对着不到200块的钱发愁 没错 我破产了 正当我想要随便拿把枪进图摸垃圾的时候 我发现我不小心开了组队 匹匹到了两个队友 看我的队友们 有一个拿Hunter的没有船装备 还有一个狙狙大佬 这我还摸什么垃圾啊 直接跟在大佬屁股后面舔薄不就好了吗 大佬就是大佬啊 每个字眼点都很清楚 哎 大佬怎么堆着不动了 在干嘛呢 看大佬的枪 满改M110 帅啊 哎呀 我怎么不小心走火了 别把大佬吓到吧 请道个歉 让大佬对我有好感 等会说不定直接送我一套装备呢 枪空折着我很吓人的好吗 他是在打字吗 啊 这把我认出来了 这都让人不好意思啊 嘿嘿 你好你好 问我是不是真人 老弟你要是能看到这期视频 你就知道我是真人了 老铁一定要好好打 代代我呀 什么 你竟然说差点就信了 你怎么还不信呢 不信也没有办法 只能让我用实力证明了 前面有人 兄弟被打了 别打这位兄弟 看我为兄弟报仇 啊 这 我一枪被打死了 看到没有 咱直接用行动证明了 是憨憨迅扬没错了 没关系 咱们直接观战大佬 顺便学习技术 一定要为我报仇啊 大佬听见脚步 但是一动不动 丝毫不慌 大佬果然是大佬啊 在这儿 公园车后面 直接两枪穿玻璃带走 真猛啊兄弟 对面人多 先后撤一波 找个位置再打 对面露头了 直接连发带走 手速可以呀 这必须快一波 再绕一下 怎么还有枪声 跟另一队打起来了 看这娴熟的绕点拉枪线 果真比不了啊 来到了一个高坡 人不会都杀光了吧 好像只有两个人了 左边有人 在树后 但是打不到 对面竟然先出来了 你以为在草丛里探头 大佬看不见 直接一波连射搞定 这就一打三面对了呀 这就帮我报仇了啊 看来我的粉丝兄弟们 实力果然都很强啊 这位兄弟也是一高人胆大 直接原地一趴 开始打药 等我赚够了钱 也要起这把连鞠 太猛了 大佬要填包了 很小心谨慎啊 又是一把M110 我该怎么找大佬要 显得没有那么不要脸呢 先加个好友再说吧 这不是吧 还有人 这三套全装没人填啊 你说说 我要是活得多好啊 那么本期视频就到这里了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 拜拜